第21題 21題是說 若另一手手指分別按在甲、丁、霧三個位置 所發出的音調由高耳滴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跟我們的第20題一樣 我們知道相同材質的發生體 越輕薄短小緊 它所發出的頻率它的音調就是越高的 我們手按在甲、丁、霧在A處波旋 按在甲的時候懸長最短 所以音調最高 按照霧的時候懸長最長所以音調最低 所以第20題問我們說 另一手指分別按在甲、丁、霧三個位置 所發出的音調由高耳滴排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甲、丁、霧 因為甲的懸長最短音調最高 霧的懸長最長音調最低